大家好 这个冬天不平静 三种病毒一起流行 RSV Flu Covid 除了我们自己有感染的风险之外 小孩子是特别容易感染的一个人群 他们在学校里 互相接触 互相玩耍 这样是最容易传染的 那今天我想来讲一下 这三种病毒有什么区别 孩子生病了 应该怎么护理 其实这些病毒 它主要都是呼吸道感染 通过呼吸道 然后造成了一些其他的问题 一种普通的感冒 如果你问医生的话 我的孩子到底是得的什么病毒 他就会说 a type of cold 那这个 还有很多种不同的病因 比如说鼻病毒 还有腹瘤感病毒 这个都可以引起呼吸道感染 那严重的话 有可能从上呼吸道 传到下呼吸道 所以也不能掉以轻心 RSV 一种呼吸道核爆病毒 这个的症状 没有COVID那么严重 比流感也要好一些 但是 如果 咳嗽起来 也是需要花很长一段时间 去治愈的 COVID 这个大家都非常清楚了 它是一种新冠病毒 而流感呢 它是甲型和乙型流感病毒 所以 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上 存在着太多病毒 人的身体其实是很脆弱的 但是呢 身体里的免疫系统 如果够强壮的话 也不会很容易生病 那如果真的生病了 我们怎么区分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COVID和Flu的区别 其实很多症状 非常的相似 不同的只是 那些细微的部分 如果孩子生病的话 家长需要特别留心 那一般的 这些症状 就是大家熟知的 发烧啊 疼痛啊 然后身体无力啊 流鼻涕 打喷涕 嗓子痛 头痛 这些 但是一般来说 像这个发烧的话 如果高烧不止 一般医生是建议 如果超过了三天 第四天的时候 就要联系他们 那像小孩子 他的身体的体温 一般比 大人要高 所以呢 正常来说 一般烧到了 40度以上 我就会比较担心 但是医生的回答是 只要他 能正常吃饭 正常玩耍 没有一些特别的症状 40度 41 42 都是可以接受的 就是继续观察 这个让我觉得 还是有一点点 不放心 所以 我等会会讲到 怎么护理这个 发烧事宜 然后包括身体疼痛 如果是普通感冒的话 可能就是轻微的 但如果是flu的话 可能就会经常感到 这个疼痛 然后症状 也比普通的要重一些 这个发冷的话 普通感冒 是不是很常见 但是 有时候也是会有的 但是flu的话 是挺普遍的 包括身体很疲劳 的体虚 这些 其实也是很难区分的 然后是 打喷体 这个就是很常见的 我想 Code和flu 应该是很难区分的 然后就是 胸腔的不适感 这个 感觉 普通的感冒 可能 并不是很多 但是flu的话 这个就比较 明显一些 鼻塞 包括 嗓子痛 我觉得这个 都是很难区分的 然后头痛 如果头一只很痛的话 那么就可以考虑 会不会是flu 然后 其实有些 真的是挺难区分的 包括下面的 这个 flu和Covid 也是 大概 相似的 一些方面吧 包括发烧 然后身体疲劳 咳嗽 嗓子痛 头痛 流鼻涕 然后 这个都是 基本上很相似的 呼吸短促 身体的疼痛 然后就是 嘔吐啊 拉肚子 这些 其实是 很难区分开的 然后大概 几天可以 显现出 这些症状 这些 这些症状 这些症状 是一到四天 然后 Covid 就是要长一些 上市 味觉和嗅觉 这个 很难说 因为 有些人 他是无症状的 感染这个Covid 有些人是轻症的 所以 我觉得 最重要的就是去做 这个测试 然后看医生 再就是 眼睛红肿 然后 皮肤上的 皮疹 这个 就是 我和 我孩子 在 得Covid 前一天 就出现了 这种 像我就是 不停的流鼻涕 症状是和 我花粉过敏 是一模一样的 而 我的小孩 就是 身上起了 那种小包 像疯疙瘩一样的 那 普通的 感冒 就没有这种现象 所以 具体是 哪一种 最好还是要 咨询医生 那Covid的话 去做一个测试 就可以了 发现身体 不适的时候 多注意一下 细节 特别是孩子 那种特别小的孩子 不能说话的 所以 家长一定要 注意 更多的细节问题 现在来说一下 孩子的 护理问题 首先说一下 发烧 如果是在 100.4 华氏度 以下的话 一般就是 可以先观察 多给孩子 喝一些热水 有必要的时候 可以用 沾温水的 毛巾 擦拭孩子的 脸和身体 如果是高于 100.4 华氏度 白天的话 也是用 同样的办法 用 沾了温水的 湿毛巾 擦拭 脸和身体 可以 前后 肚子 背后 手和脚 都擦一遍 或者是让孩子 去冲个澡 这样也是能够 快速降温的 如果是晚上的话 不放心的家长 可以给孩子 贴一个 退热贴 因为孩子 有时候 会翻身 退热贴 会掉 所以可以用 那种 医用胶带 剪一小块 贴在旁边 这样可以固定住 如果是 超过 101.3 华氏度的话 也就是 38.5 度 白天 如果 孩子 是 正常的 正常吃饭 正常玩耍 那么 还是 正常的 护理方式 不用特别担心 比如说 用这个 退热贴 或者是 给他 喝一点 这个 Tenol 如果是 晚上的话 我一般 就会给他 Tenol 这样会 更放心一些 然后 自己需要 设好闹钟 比如说 两三个小时 或者 三到四个小时 醒来一次 检查一下 孩子的体温 发烧的一个关键 就是 要 多给孩子 喝开水 开水 其实是 最好的消毒药 安全 无毒 因为发烧以后 体内的水分流失 需要 及时 补充水分 那如果 孩子已经 睡着了 睡得很香 需要把孩子 叫醒 喂水吗 这个其实是 不必要的 如果他 醒来的话 就给他 喂一些 开水吧 如果孩子 已经发烧 超过三天了 需要和医生 联系 让医生 给一些建议 再来说下 咳嗽问题 一般来说 打电话 给 护士 或者医生 咨询的时候 他们都会问 孩子有没有 呼吸困难 有没有脸色 发青 发紫 这种情况 就比较紧急 需要立马就医 那也会问到 孩子有没有 呼吸的时候 有没有发出 wheezing的 这种声音 那一般 这个声音 到底是怎样呢 我现在给大家 放一段 这个音频 大家可以听一下 看看自己的孩子 有没有这种问题 是否发出 这种声音 那普通的感冒来说的话 还是一条很重要的 就是 多给孩子喝温开水 温开水是最好的消毒药 无毒 无敷作用 那咳嗽 如果是没有痰的话 感觉孩子是干咳 可以给孩子 喂一些 honey 但是这些 都只是有一个 很缓慢的 一个缓解作用 并不能 让孩子 马上不咳嗽 那如果 孩子 咳嗽 嗓子有痰的话 我也是给了他 zabi honey 然后也给他 试了这个 儿童版的 穿背琵琶膏 是叫做 百亿膏 在 华人的中药店 购买的 其实这些都只是一个 缓解的作用 并不能 让孩子的咳嗽 马上好 因为体内有病毒 那免疫系统 打败病毒 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一般来说 医生都说 咳嗽的话 要观察两周 我的小孩是 咳了三周时间 而且中途 还吐了 这个是因为 有鼻涕 堵住了 然后 很多的鼻涕 弹在一起 导致呕吐 后来 我就尝试着 给他 用蒸汽 熏鼻子 我买的是 这种 因为他这一款 是有 家常的 就比较方便 去调节 这个距离 这样孩子可以 呼吸到一定的 蒸汽 也不会被烫伤 这个距离 非常重要 最好 大人亲自 测试一下 然后熏 差不多 五到十分钟 但最好的是 我觉得 在孩子 洗澡的时候 可以在 浴室里面 呼吸到一定的 蒸汽 或者是 睡前 给他去用蒸汽 熏一下鼻子 那这个 热的蒸汽 熏鼻子 是一般 用作 就是 有痰的情况下 那如果 没有痰的情况下 孩子只是 干咳 怎么护理呢 那可以用到 加湿器 可以买那种 中等的 加湿器 放在床头柜 或者放在地上 同时 我还用了 空气 净化器 但是呢 这个 空气 净化器 最好不要和 加湿器 一起使用 所以 用加湿器的时候 就不要开 空气 净化器 反之 也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 加湿器 也不要 放一整晚 一般用个 几个小时 就可以关掉了 还有一个方式 如果孩子太小 不会把痰吐出去 可以帮他拍痰 这个拍痰的方式 就是 手握拳 但是是空心拳 就中间 留出一些空间的 然后让孩子 坐直 这个 从他的背部的 这个下方 往上方拍 就是从下往上走 然后 中间 两边 都要拍到 拍个几分钟 这样可以把痰 拍散 但是不要太重 一定的力度 但是不要伤害到孩子 如果这个咳嗽 两三周了 还是没有好 必要的时候 医生会建议做 雾化治疗 也就是 一种雾化器 他把口和鼻都 罩住 通过把药物 转化为雾化颗粒 让孩子吸入 那一般这个就是在 咳嗽不见好的时候 医生可能会建议使用 那这个咳嗽 其实是 真的需要一段时间 才能好的 一般两到三周 有的可能长达四周 另外我想补充一下 如果孩子流鼻涕的话 最好是 在 这个席幕司的床垫下面 垫一下枕头 或者是 垫子 让床抬高 变成一个倾斜的状态 这样的话 可以让鼻涕 不会倒流到口腔里 但是不要把 枕头 直接放在孩子的身体下面 一定是要放在 床垫的下方 这样 床的表面 还是一个平面 只是它有一定的 倾斜度而已 不会损伤孩子的背 另外再补充一点 如果孩子 如果孩子是六岁以上的话 其实可以给孩子 用一点止咳药的 如果只是刚开始咳的话 那 还是可以尝试着 先给蜂蜜水 因为咳瘦 它也是一个排弹的效果 并不一定 全是坏事 蜂蜜柚子茶 这个可以在 中国超市买到 柚子和蜂蜜 对止咳是很有帮助的 每天用温开水 冲一些来喝 对孩子的咳嗽 是有缓解的 但问题是 有的孩子可能不喜欢 就不喝 那么就可以买一些柚子 或者做成一些果汁 给孩子喝 再来说一下 这个过敏吧 因为有的时候 这个过敏和感冒 有一些类似的情况 就很容易搞混 过敏也会流鼻涕 但是和感冒不同 它是轻鼻涕 不会有颜色的 然后这个次数是非常频繁的 就是不停地流鼻涕 然后眼睛会发痒 有时候也是会有一些红肿的 但是过敏是绝对不会发烧的 还有就是咳嗽 也是会嗓子发痒 但是这个咳嗽 可能会有点痰 但不会是像感冒一样的 变成黄色的痰 所以总体来说 这个过敏的话 它都是不会有颜色的 鼻涕痰都不会有颜色的 这个是需要区分一下 不要把过敏错当成感冒 去错误用药 如果不确定的话 可以带孩子做一个过敏测试 医生会用不同的液体 滴在手臂上 做一个皮肤的测试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知道 自己孩子的过敏来源 可以去尽量避免 和及时的治疗 再来说一下鼻塞 那种大一点的孩子 可以尝试的用洗鼻器 它可以帮助把鼻涕稀释 然后很快的出来 但是这个的话 可能会给孩子造成不适 所以需要知道如何去使用 那正常来说应该是 把头前倾 然后侧向一边 一点点 这样子可以让水和鼻涕快速的排出 这个洗鼻器 有好几种 市面上这种洗鼻器很多 我主要看了有两种 但是我建议这个用图片右边的这一种 因为左边的这一种的话 它是要用手挤的 就是把它放在鼻孔上方 挤了以后要把手拿开才能再放开 如果没有把洗鼻器拿开的话 直接放开 那么就会把鼻涕再吸回到这个洗鼻器里面 就非常的不卫生 然后也会给孩子造成不适感 而右边的这一种 它是底部有一个小按钮 就按住的时候 水就会出来 然后放开 水也不会倒流 所以也不用担心鼻涕会被吸回来 但是如果是小一些的孩子 可能就不能用洗鼻器了 因为他们不会配合 而且也会让他们非常的不舒服 这个时候可以用喷鼻器 把它对准鼻子里面 喷了以后 等个大概一两分钟 再去把鼻涕醒出来 另外说一下 如果是过敏的话 有时候鼻子堵塞不能呼吸 需要用一些特殊的点鼻液 我用的是一种叫做 人生喷素点鼻液 这个是台湾生产的 我在国内买到的 它是一点 马上就可以呼吸了 但是这种药物有依赖性 如果长期使用 是不对身体是不好的 那如果是孩子的话 我用的是 Flynos这个鼻喷 据说是没有什么副作用 也不会产生药物依赖性 但是效果的话 并没有 立竿见影 一定要提前个一两天 去喷 然后 第二天才会有效果 那有时候 过敏造成的鼻塞 还有包括感冒 要不停的醒鼻涕 会造成鼻子出血 这个时候可以用棉签 蘸一些凡士林 擦在鼻孔的里面周围 防止出血 也可以用Aquifor 这种油 擦在里面 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总的来说 孩子生病 大人会非常辛苦 但是 在护理的过程中 也不用太过担心 有感觉和以前不一样的 症状发生的时候 一定要及时联系 护士或者医生 孩子的每一次生病 都是让免疫系统 增强的过程 特别是从幼儿园 转到小学的孩子 突然一下 接触到那么多的小孩 这种生病的几率 是很高的 那希望今天 我的视频 可以帮助到大家 如果有一些 没有说到的情况 或者不对的 希望大家可以指出来 在下方留言 那今天的视频 就到这里吧 谢谢观看 再见